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案有了最新进展 众议院在当地时间25号晚间 正式向参议院提交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案 参议院先前已经决定延后到2月8号当周再开始审理 如果要将川普定罪 除了民主党全部要投同意票之外 还需要17名共和党议员支持 但是时间一延后 也让越来越多参议院共和党员反对弹劾 连总统拜登也透露 要将川普定罪的机率不大 美国迎来历史性的一刻 大批重任议员25号晚间从重任出发 穿过国会大厅步行到参议 正式提交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案 虽然众任已经提交弹劾案 但参议决定优先处理总统拜登的人事案 2月8号当周再审理弹劾案 不过这一延期恐怕让弹劾案再生变数 民主党在参议只掌握50席 还需要17位共和党议员的同意票 才会达三分之二的门槛通过弹劾 不过越来越多共和党员反对弹劾 并质疑弹劾前总统是否违宪 因此要将川普定罪恐怕困难重重 首次对弹劾案表态的总统拜登 也认为弹劾案是必要的 但通过机会渺茫 川普遭二度弹劾让共和党陷入分裂危机 之前还传出川普考虑组新政党爱国者党 拉拢挺川的共和党员 不过川普竞选高级顾问米勒出面辟谣 表示川普当前的目标只有帮助共和党 在2022年其中选举应会参众两院 理解编译